欢迎你收看5月18号的百个五报 我是主持人静隆 我们第一则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政坛的新闻 72岁的前首相署部长在伊布拉辛 他在去年8月的时候就表示 本身已经是巫统党员 而如今随着州选即将到来 在伊布拉辛就有自荐来成为巫统或者是西蒙 在吉兰丹州的州选候选人 对啊主持人很多 德海津 说是 德海津 因此是 吸干了 三三岁 他们说是 确实是 但是我想临台拉伸去 如果有练票 是 如果我年长 我会没做 我计计 我明白 我也许 我感谢 我 стан下 如果有练票 我可以逃票 我因此 我应该处 因为 我应该 Bertanding Sebab saya nak sokong Datuk Sri Anwar Pakatan Harapan Nak sokong UMNO Ni rugilah Kalau tak ambil saya Saya ni popular juga Jadi Saya akan tulis surat Saya akan tulis surat Kepada kedua-dua Presiden Pakatan Harapan Dan Presiden UMNO Biar mereka Bincanglah Tapi saya takkan bertanya Sebagai ChalunPAS Takkan Kalau tak dapat Jali salun pun tak apa lah Tapi saya tidak akan Jali salunPAS Takkan Jali salun berSatku Saya nak Jali salun UMNO Ataupun Perikatan Apa PH 影片中 在意是希望团业政府可以考虑他成为候选人 不过呢 首相安华和副首相阿姆扎西会不会予以考虑 目前就不得而知 在这里我们帮大家来补充一些在意的一些背景 在意布拉辛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 首次加入巫统 2004年大选期间 他代表巫统竞选 赢得了哥达巴鲁国会议席 曾经获得时任首相敦阿都拉 委任为首相署部长 2008年 在意被巫统割除党职之后 他是宣布退党 随后在2009年加入了公正党 却在短短的一年之后 因为指党选由舞弊而退出兰宴 来到了2010年 在意加入大马人民公正阵线阿均 并且受委为主席 那么阿均之后改名为惠民党Kita 但是他也是呆不久 2012年就退出Kita 在2017年的时候 再以伊布拉辛加入了行动党 而他在虎建是待了三年的时间之后 同样也是退党的 之后在去年2022年 在伊布拉辛是重新的回到了武统 好 接着我们换个焦点 沙巴旅游文化级环境部长兼沙巴的西蒙主席刘静之 他今天是证实 州政府将会在这个月22号到25号举行的州议会 来提成沙巴的反跳槽法案 而沙巴西蒙全力支持沙巴实施反跳槽法 铲除政治青蛙文化 大马总检查署就高庭去年宣判非穆斯林可以使用阿拉字眼的判决 撤回上诉之后 连绿来是成为了这个方间还有媒体的关注焦点 那么首先安华昨天是表示了 内阁获得国家元首的预准 向马来统治者理事会提成加强执行阿拉字眼政策的建议 而内阁会议也讨论有关撤回上诉的决定 得知检察长只关乎行政课题 而大马伊斯兰宣教基金会亚点的主席哈沙努丁是认为 政府向马来统治者理事会提出加强执行阿拉字眼政策的建议 证明团队政府致力于保护伊斯兰的神圣性 同时也强化了大马种族和宗教间的团结以及和谐 哈沙努丁向马兴舍表示 政府努力提出建议 证明内阁不会再捍卫伊斯兰神圣性 以及各州与伊斯兰相关的法制或法规方面妥协 这将会使某些伊斯兰词语的使用 得到简化以及更好的执行 他还说了政府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来扫除混淆 也表明虽然非穆斯林可以自由的信奉各自的宗教 但是也被告诫不去将本身的宗教传播给不应该传播的人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第三者新闻 另外也要和大家提到的就是 这个Coplay 英国的乐团Coplay 他将会在11月的时候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 而随着Coplay的即将到来呢 在房间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讨论 不过在市场媒体是有出现了声称出售 Coplay演唱会票的账号 但是呢就被指是黄牛党所经营的 而且呢这个门票的价格是被炒高到43000令吉 大家没有听错是43000令吉 就引来了很多的批评声 那么数字通讯部长法米呢 是有说了 通讯及东媒体委员会MGMC 是已经获得了指示 以便对在市场媒体出售Coplay演唱会黄牛票的广告 来采取行动 那么MGMC将会要求平台营运商撤下相关的贴文的 而提到了这个高价出售黄牛票的事情 部长是有说啊 已经要求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监督 因为这属于该部门的权限 他也认为出售黄牛票相当的过分 下一次的那个会议当中将会讨论黄牛票的课题的 而这一次呢 这个Coplay演唱会不止是创下了近年来门票的最高价 而且抢票的人数是相当的惊人 如果大家也是抢票的议员的话 也欢迎你留言来告诉我们 那么这一次演唱会呢 虽然是引起了伊斯兰党的反对 也有人是买不到票的 但是有网民是发起了请愿书 要求开办第二场的演唱会 那么结束今天中午的12点20分呢 是这个请愿书是已经有超过1万人来签署的 这个发起人呢是有说感谢Coplay他们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 但是呢 门票卖光光了 因此希望可以考虑开办第二场的演唱会 目前为止了 当然是还没有正确的一个消息 会不会开办第二场 只有开办一场是在11月的时候 好最后我们要和大家提到的是天气的情况 没有最热只有更加热的情况吗 温室气体排放加上声音的现象 导致说地球表面的温度飙升 联合国方面是已经警告了 2023到2027年几乎可以确定说将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是有说了 有98%的几率 未来五年至少有一年 会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而这五年整体来看呢 也将是历来最热的时期 另外全球气温很快将会超过巴黎气候协定设定的 限制升温不超过1.5摄氏度的目标 那么我们看到世界气象组织的秘书长塔拉斯 他说未来几个月预期将会发生温暖的声音现象 再加上人类造成的气候变迁 将会把全球气温推向未知的领域 这将会对人类的健康、粮食安全、水资源管理 还有环境造成这个深远的影响 必须做好准备的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次这个圣阴现象嘛 那么什么是圣阴现象呢 我们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 我们要从南美洲国家秘鲁开始说起了 每一年圣诞节起来后呢 秘鲁西岸的东太平洋 都会出现一股由北向南的暖海流 鱼污量在那个时候会随之的减少 那么当地的渔民将这股大约在圣诞节准时报到的暖阳流 取名为El Nino 那么El Nino呢在西班牙文当中是有幼年基督 还有南海的双重意义 中文里头我们把它翻译成圣音 那么科学家呢就借用秘鲁等地渔民的说法 把每隔数年发生在赤道东太平洋海水 异常增温影响全球气候的情况 我们统称为圣阴现象的 根据了解呢 这个现象会让各国受到邂逅变化的影响 比方说严重的热浪 干旱还有野火的情况的 这是我们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新闻 好 今天的五报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刚才大家是有错过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 再点击回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链接 我们下次见 拜拜